海贼王,凯多为何说陆飞不是乔一薄一?逃之柱头疼是关键 1014话最让乱不军在意的一件事,就是凯多提到了乔丁薄一 陆飞战败洛海,凯多对陆飞一顿嘲讽,说陆飞虽然学会了霸王色缠绕,却还是个半调子,还说陆飞也无法成为乔丁薄一 陆飞的霸王色缠绕不是问题,现在不行,后面还可以开挂,但凯多居然也知道乔丁薄一,这个事情就很值得研究了 乔丁薄一是什么人? 大米宝的关键人物,空白一百年历史的见证者,当他再次出现,将会结束世界政府的黑暗统治,让世界迎来黎明 不夸张地说,这家伙就是撑起海贼王主题的存在 要找到OP世界的答案,乔丁薄一是让不过去的 凯多对答案不感兴趣,但是他想当海贼王,就同样需要了解乔丁薄一,所以凯多在这件事上,肯定是做了不少功课 于是问题来了,凯多是如何知道乔丁薄一的? 目前为止,知道乔丁薄一的也就是于人道高层,罗杰海贼团和草帽海贼团,他们都是通过乔丁薄一的写嘴文,才把乔丁薄一从历史的深处挖了出来 然而不要忘了,谢嘴文是用古代文字写的,而凯多手下根本没有懂得古代文字的人,所以他才让黑玛利亚去抓罗宾 不懂古代文字,就看不懂乔丁薄一留下的信息,也就无法知道乔丁薄一的存在 所以凯多能够知道乔丁薄一,应该是听别人说的 这个人是谁呢?很可能是洛克斯 洛克斯本来就神秘得很,作为要称霸世界的男人,又是第一族,世界政府销毁了他存在过的所有痕迹,没准就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 又或者,是玉田这边露出了消息,又看十郎这个卧底在,玉田根本不防他,想挖出点东西也不是没机会 那么,凯多为什么又说陆飞不是乔丁薄一呢? 凯多的原话是结果,你也无法成为乔丁薄一啊,言外之意,就是我以为你是乔丁薄一,结果你不是 当初凯多曾经在陆飞背后,看到了罗杰,白胡子等人的身影,相信就是在那一刻,凯多产生了陆飞就是乔丁薄一的想法 可是后来凯多又把这个想法推翻了,因为陆飞败了 这说明什么?说明陆飞的实力没有达到凯多预期的水平 在凯多看来,如果陆飞是真正的乔丁薄一,那么陆飞应该是不弱于他,甚至可以打败他的 陆飞没有做到,是因为他和乔丁薄一之间还差了点什么,只有把这最后一块拼图拼上,陆飞才能成为真正的乔丁薄一 陆飞和乔丁薄一之间,到底差了什么东西呢?目前线索太少,暂时推不出来 倒是陶支柱的表现,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,因为陶支柱又头疼了 上一次头疼是向导,向主和陶支柱沟通,让他给自己下令赶走杰克 这次的情况,和向导如主一辙,显然又是某个古老而强大的存在,用这种方式在召唤陶支柱 考虑到和之国与乔丁薄一的关系,这个古老的存在,很可能就是让陆飞成为乔丁薄一的关键 说白了,陆飞和乔丁薄一之间,差的就是他 只要陶支柱能搞定这个让他头疼的家伙,用他的力量,帮助陆飞完成升级,陆飞就再也不需凯多了 反之,万一陆支柱死了,就没人能唤醒那个古老的存在,帮乔丁薄一完成蜕变,获得打败凯多的力量,和之国也就完了 关于这一点,玉田的日记应该也有提到,所以陶支柱才说自己不能死,大河也说陶支柱能带来和之国的黎明 更有意思的是,就在陶支柱头疼的同时,鬼岛恰好飘到了和之国上空 这位年太巧了吧,陶支柱的头早不疼晚不疼,偏偏在这个时候疼,两件事之间,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?乱补军马上想到了空岛片 爱尼路居住的阿帕亚多,曾经是加亚岛的一部分,被上升海流冲到了天上,那么现在的鬼岛,会不会是从和之国分出来的一部分呢? 由此,乱补军作出以下猜测,与陶支柱沟通的那个古老存在,曾经被光月乙族收服,并从和之国分出鬼岛,将其镇压,等待乔一博一的出现 要让那个家伙重建天日,就必须让鬼岛与和之国重新融为一体 如今凯多要把鬼岛挪到和之国,恰好满足了条件,把那个古老的存在给解放了 同时陆飞这个乔姬薄一也已经到位,只等陶支柱一声令下,完全体的乔姬薄一就诞生了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 再见